各位秘密大家好 今天有機會去九龍塘地鐵站 有些事去右一城做的 突然想起,對呀,右一城有一間標行 我半年多前經常都會去的 不過現在可能因為疫情關係 就少了去大商場 我之前拍片都說過 今次既然有這個機會 又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右一城的標行 我也不可以說這間是隱世的標行 Come on,右一城是香港最大的商場之一 很難叫做隱世的標行 但其實這間標行都有二十多年歷史 你說最舊的標行又不是 但其實在香港也頗有歷史 亦有幾間分店 不過我去開通常都有一城這間分店 如果大家走開有一城的話 可能你也會猜到我去哪一間 當然,其實它也有Rollex和Tudor的專門店 大家都知道我不會特別去那些專門店 其他人也會去,不用我特別說了 我發現這次去有一城,即是隔了大半年 感覺上真的少了很多人 大家不要忘記今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的下午 但這個商場我知道它是大 不過我印象中上一次去 人流很多 沒辦法 現在香港的疫情比較嚴峻 對嗎? 去商場又要Dude安心出行 令你整件事麻煩了 咦?這裡好些了 多一點人 Taste Supermarket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吃 好,先上一上去看 大家安心吧 其實我已經Dude了 不過呢 就下回去吧 再走多次給大家看 好 其實上一層 對,首先上一層 看到Taste和Broadway Fortress 上多一層 很多名店都會在這裡出現 還有很多朱古力 雪糕 Nespresso咖啡 Fenji 是不是很出名 當然目的地不是這一間 是哪一間呢? 看看先 走前一點 對了 大家可能會以為這間 不過我已經說了不是這一間 這就是Tudor 的專門店 當然Tudor 旁邊 肯定會有 Rolex 咦?有沒有運動鋼錶呢? 看看先 也有些 是否Oyster Perpetual 不過我也沒有興趣 其實這些呢 我也是有興趣 我跟著下來的目的地 這間是我以往去開有一成都會去的地方 咦? 這間不是這一間 這間是Mont Blanc 不過好像沒有開還是裝修 Opening in April 應該再裝修 好了,終於來到我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這一間 高時標行 Global Time Pieces 我喜歡這間店 就是因為 首先 有些售貨員我認識了很多年 都算是好朋友 還有 他們給我的折頭 真的挺好的 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 它也有很多很出名的牌子 是中上級的牌子都有的 我最近才介紹過Paneride 在外面看看 這個就是 Lumino Paneride 最出名的 但它不單止Paneride 還有 Zenith 其實Zenith近來都做得越來越好 包括它的Revival Define 系列 都越出越漂亮 我的手錶 我一直都有介紹 大家都看到 它就有 Spirit 那系列 即是飛行員手錶 中間 就有 Decompression Timer 設計的 Heritage Diver 還有 其他的手錶 Hydro Conquest 裡面當然是更多的火 大家有興趣 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 我今天重點想介紹 就是Brightling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錶迷 看回我以前介紹自己的Brightling 手錶 都經常問我在哪裏買的 例如這款我都有 如果大家有印象 它限量50隻 用B20 動力儲備70小時 這款限量版只有50隻 我都很榮幸有其中一款 當然還不少Super Ocean Heritage 還有一些女裝錶 還有Grand Seiko 我上次好像沒有印象 大家也可以看看 Grand Seiko 老實說我真的不太熟悉 有很多錶迷都會比我更熟悉 Grand Seiko 大家也看到 因為通常我只能付出這個價錢 我還買了瑞士錶 反而 Seiko Seiko 5 Sports 我最近買了很多 還有我很喜歡的Piaget 白鳥 只聽過中文名字都很厲害 我最喜歡Piaget 當然是Polo S 還有它的Alteplano 例如這些超薄的手錶 真是非常厲害的工藝 亦都有Polo S Skeletonized Skeletonized dial 還有它的Chrono version 還有一些女裝的Possession 很有趣的 錶圈可以轉 上面有一顆鑽石或很多鑽石 大家也看到 不過是石英版本 還有我都光顧過高時買很多隻Bell & Ross 尤其是那隻雙式錶圈GMT Diver 那隻很棒 好像大概定價三萬多 當然Bell & Ross的折頭非常好 因為我都買不少Bell & Ross 還有甚麼要看 好,不如進去看看店鋪的裝潢 因為也有大半年沒有去過 所以也要看看 它有很多Omega手錶 想得出的LINE 基本上都有 即是Speedmaster、Seamaster 我記得上次去 還有那個 James邦007的軌金屬版本 真的很好 其實我也在這裏買過 這間高時錶行 大家都看到 Omega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它有甚麼手錶、型號 其實我很期待看到 綠色的Seamaster 300M 這個版本 即是看到 真的很棒 六圈六面 不過因為剛剛才推出 未有這麼快可以在店鋪見到 進來後 又有一個Brightling的專櫃 讓大家看清楚些 因為大家經常問我在那裏買 就是這裏 再看清楚些 亦都有很多 這些Super Ocean的手錶 放大些給大家看清楚 它的價錢 其實定價是三萬多 當然有折的 還有比較大的Chronograph版本 Avengers 還有自家機心 也有 或者用ETA改裝機心 也有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還有Never Timer Super Ocean Heritage 也有很多手錶可以選擇 剛才說過 那隻是50隻的限量版本 還可以賣 不過我想數量應該不會太多 在Brightling旁邊 還有這個Longine的專櫃 有這個代言人 台灣明星是彭宇雁 叫Eddie Pang 不過我真的很想見這個 郭富城多些 可能old school些 還有Zenith的手錶 當然我最喜歡Zenith的手錶 當然是它新推出的Revival Revival系列 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錶面有些漸變啡色面 有些三個Style的計時錶 真的很棒 我覺得這隻計時錶 非常有Style 還有比較高端的牌子 包括Piaget 剛才說過 Panerai 我也入手過 嘩 這個長鐘 嘩 很棒 嘩 如果可以放在家裡 這個長鐘 真的大到 整部長這麼大 而且 好像真的 那時候是對的 不是裝飾 是真的長鐘 嘩 這個長鐘 真的超級厲害 不過 就算可以買 我太太一定都不給我 這麼大隻 對吧 還要配襯一部長的黑色才有型 不過說真的 自己買Panerai的錶 近年都少了些 不過我現在反而很想買一隻 Radiomere的手錶 以前很喜歡Lumino 有個護橋 現在反而喜歡一些 再簡單一點的 Radiomere的版本 其實它還有些Casio的手錶 我每次進來這個 有一城的高時錶行 我都感覺到 又很賓至於歸 不然我也不會光顧了這麼多年 說真的七、八年都應該有 真的很開心 這次疫情關係 有一段時間沒有來過 這次又有機會再進去 又認識多些新的朋友 銷售朋友 真的很開心 有一城的高時錶行負責人 都說過了 如果大家看過頻道去買錶的話 一定會有更多的優惠 至於幾多優惠 很難說的 每個牌子都不一樣 它裡面這麼多牌子 還有一些比較高端的牌子 總之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到九龍堂 不妨去有一城 你可以去高時錶行看看 它真的有很多手錶 我最常買的 都是那一句 就是Brightling的手錶 因為節奏非常開心 而且它有很多非常難找 非常限量的手錶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尤其是喜歡Brightling的朋友 都可以去看看 你就知道我所說的是什麼 在這個銷售零售寒冬 我覺得香港的標壇 更加需要大家的鼎力支持 好呀!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拍片 如果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繼續努力去不同的地方 找些有趣的隱世錶店 有趣的手錶牌子、型號 和大家聊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 拜拜!